南無外溢 黃偉哲從躺著選變站著選 恩威廷 告帥 恩威廷 告帥 選戰進入最後關頭 原本是綠營鐵票區 躺著選都會上了 民進黨台南市長候選人黃偉哲 即使狹有父親前縣長高宇仁資源 或國民黨提名的高思伯 但衛界認為他 還是無法對黃偉哲造成威脅 學者認為最後局勢 在一個半月前出現變化 今年的選舉因為雙方都已經 因為韓流外溢的關係 我覺得雙方應該都已經崩得很緊 國民黨議員謝龍介看好 韓流拉抬投票率 渴望扭轉局勢 他現在受到韓流的干擾 幾乎都會投給韓同陣營的候選人 應該會有70%以上 所以在7比3的狀況之下 每回來10個人 我們就會有4票的優勢 從彰化以南都會有這個現象 高思伯是一步一腳印 那我們期待 台南市也能順著高雄 韓流的外溢效應 然後來翻轉 如果學者分析 雙方票數會拉近 但還是率勝算較大 這一次應該是會被激起來 所以投票率應該會提高 這一次的選票 有機會拉近到15萬票以內的差距 但是如果以整個在台南的一個 基本盤來講 應該還是率大於藍 4年前的賴清德贏得40萬票大勝 也成為黃偉哲的票數被關注的焦點 高思伯其實我認為應該 就基本盤來講的話 要從原來的落後40多萬票要拉回來 其實是很困難 林環偉哲本身也對票數保守 如果是40幾萬的話 那第二名也要多一下 多人進足的這個情境下 坦白講 入票是有一定難度 那賴清德是一對一的中台 黃偉哲是一對目中台 現在的大行情在幾年前 十年前大行情又無所謂 得票數上必然是會輸賴清德 那到底輸多少 目前還難以預料 有沒有辦法像之前的賴清德 風光勝選或是險勝 大家都在看 而黃偉哲這次的危機 首先是在黨內初選就殺到劍骨 加上今年有六名候選人同時競爭 前台南縣長蘇煥志 和台聯前立委許忠信 也出來瓜分綠的票源 民進黨的施政失去民心 和內部整合太慢 可能都是讓黃偉哲挖淚蛋的原因 從初選之後沒有整合 一路的往下掉 他恐怕選票會比賴清德拿不到60% 地方重心台南報導